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邪晓鱼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节的分行全接触 来到分行全接触的环节 我们会在直播室直接接驳 要藏18间分行旗客 让现场客户能够问郭sir股票的问题 首先欢迎郭sir 郭sir 你好 你好 今天的分行就是质如冲的分行 我们有质如冲的分行经理William William 你好 你好 郭sir 你好 看到今天的投资气氛都比较偏弱 看到大市成交去到半个小时 收市都不足500亿 会不会现场客户都比较审慎 是的 刚刚我也有问一下他们 对于今天怎么看 他们都觉得今天真是闷一点 是的 闷局 因为这种股票都没有波动 是的 有些客户都想问有几个想了解一下 好 好 第一位就是陈生 他会想问二百八百 是 是 两位好 是 陈生 你好 是 郭sir 你好 是 你好 是 郭sir 还是低了很多 这些时候可不可以入客户 我就很保守的 第一就是一间这么大的银行 它最宝贵的资产 大家想想是什么 想到吗 是人财 银行是金融机构 你怎样通过资本 或者各方面 去为银行赚更多钱 你要靠人的 是吧 但是它一路一路财源 未来的方向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 况且 印度那边 可能有高达五十亿美元的借贷 是违约 违约是收不到钱 其实一些负面因素 还未消除 如果不是有这么多负面因素 股价怎会跌到这么低 不过问题就是 就算这些问题已经反映了 未来 它的发展到底是怎样 过去在印度 在南韩 其实的发展很高速 刺激到股价 升到二百多元一股 但是现在 南韩和印度两地的业务 已经是大幅倒退 未来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撥避 包括一些后遗症 例如裁员等等 这也是需要一个过渡期 直到有新的业务 新的发展 开始定位 他才慢慢慢慢走上来 六十多元的股票 没有色牌 今年没有色牌 明年我不知 说明今年末夜色没得牌 反而 汇控是有色牌 六里的股息 汇控60元多些 渣打是69元多 其实将来 RICE出来供55.6 有些不供那些可能会卖 到其时 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反复 事实上股价是在贴一年的低位 那你说 我要买来卖一卖一点反弹 我不敢说不行 但记住 早日有低位 68.5毫 一旦跌穿68.5毫 这几毫就输了 算数了 好吗? 做得到? 做得到的 买一点 反正跌得这么深 一个月的高位是81.5毫 一个星期的高位是73元 反弹2-3元 其实不是代表没有机会 但问题是 一旦跌穿68.5毫 或者68元 你就止蚀就算数了 用一个多元的风险 做一个短线的出击 问题就不太大 但如果说中线 老实说 渣打和汇控两只 基本面来说 我这一分钟 我宁愿推介买汇控 我都不会推介买渣打 这是老实说 很早前 已经说了 当时一股渣打 是换到两股汇控 我都说了很多次 大家把渣打卖出去 买两股汇控 买完之后 还有少少钱剩 还有钱剩 当时渣打估计170-180元 汇控好像只有 90-80元 你一换二还有钱剩 如果换到 现在起码都不用太多 没什么特别的买点 真的没什么特别的买点 如果你要博的话 六十八个五毫本 跌穿了就指示 好吗 好 William 是否还有第二位客户 喂 是 你好 第二位是 鄧先生 他都想问 1038本 他这些 他都是属于想 稳稳陣陣看 好 好 好 可以 喂 鄧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问 1038 1038 是的 我看到他 早前的位置都差了几元 现在就去到68元 其实我都记得有这只股票 问 可不可以这个位置 开始入呢 因为他和港登合并 应该 他会有 大量的现金 是 有没有机会 可以中场前去 有没有机会 80元 你没有货在手间 没有 是的 是的 1038 长江基建集团 暂时正在67.9 今天跌幅超过0.5% 跌近1% 其实邓先生想问一下 憧憬合并的消息 可不可以入货 但其实很多大行 甚至两间金融机构的 投资顾问公司 其实对于合并都很不看好 那还应不应该投资得过呢 葛尚 其实基金有基金的想法 因为现在长见 现金不是很多 反而是电能实业 有几百亿现金 长见希望在海外发展 拼购一些项目 又没有钱 要举债 不要紧 如果跟电能实业 两组能够成功合并 就拿到那几百亿回来 扣除了七个半的特别现金红利 还有五百亿的现金 持在手 到时可以买在海外的基建 相关的项目 其实收益是很稳定的 你说得对的 不过 到最后 整个方案不能够 顺利完成 这一分钟就不敢肯定了 当然拿着电能实业 那些 我家公司有六百多亿现金 换你1.066股 七个半亿现金一股 那倒不如我把现金分出去 更好 更多钱 其实各有各的看法 假设 是顺利能够完成重组 对长江基建一定是好事 一定是好事 这是肯定的 但万一到最后一刻 都不能够通过 那两边都会输 这个老实说 这是不明的因素 如果你撇除这一件事 不要说 只是说长见股价 有理由 这样看法 因为我要 如果他要吸引 电能实业的股东 来做一个换取1.066股的长见 长见股价最低限度 现在会比较硬 对吧 如果我长见股价跌得太多 你也不要 好 反过来 成功了 刚才说了 万一不成功 那就可能长见股价 会拿下 有没有考虑这个因素 这点也是最不明的因素 我觉得 拼了之一齐 就 全部都赢了 如果不拼 合拼 或者重组不成功的话 或多或少 都会变成输价 这个就很好取态 电能实业的股东 能不能够接受 那个重组的方案 好 那多谢邓先生的问题 麻烦你把电话交给我们的分项经理William William 你好 是 喂 你们好 最后一位 就会是李智姐 我就会帮他做一代份 他就想问一问 2020 就是安踏体育 因为最近都连续破顶 他趁今天回调 可以试一试 没有货在手的 是的 2020安踏体育 暂时在做23.7跌幅 超过1% 其实见到他 早两天都破顶 另外受惠十三五规划 中央都不停地说 全力支持一些体育项目 加上每个省都要有一些 运动场的设施 你会否看好一些体育股 安踏体育 是否可以投资得过 其实最围的客户肯定是过了 以前什么库存过多 包括不单止他 好像李宁那些都漸漸走出最围的客户 未来体育城市或者一些体育各方面的发展 只要加大力度 整个板块都会受惠 不过当然知道 相对早日的高位24.45 现在23.7跌幅 是有几毫的反复 问题跌得够了 不要忘记 整个市场是低迷的 去一个星期的低位 都是21.2跌幅 去到近日的高位 已经升了十多个百分比 如果看一个月的低位 还是19元 19元升到24.45 一半足够升了五个多元 那就是二十多个百分比 我相信要消化一下整固一下 到底会不会再进一步消化和整固 现在很难说 但我就倾向于 如果要买的 不妨少等等先 我不是看淡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再跌到一元几毫 如果是会的话 在那个位置卖罪就更加好 不过如果你买得多 都会分转买 问题都应该不大 基本因素是好的 好啊 William 多谢你们的问题 今天跟你谈到这里 好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好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郭Sir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自由